刘彻登楼欣赏长安徐景 看到广场上有一个陌生男子在耍剑 还时不时称他比换了抹脖子 刘彻怒了 让与邻居马六去抓人 嫌犯还没得到 他就以上班偷懒罪下来值班门位 接着下令关闭所有城门和狗洞 在长安城里地毯式搜索一天 最后连个毛都没找到 很多人怀疑老板是磕咱要磕出幻觉了 叱咤一声的汉武大帝晚年沉迷恋丹 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远胜于常人 天下永远是真的 让那帮孙子排队摇号去吧 半个月后丞相公孙鹤谈上事了 他儿子公孙靖擅自挪用公款 一千九百万 被长安居大妈实名掩抛 儿子被捕下狱 老两口愁得是连饭都吃不下 公孙鹤就这一颗毒苗 现身肯定是来不及了 他要去找皇帝通融 刘彻说你抓到朱安市 我就放你挖回家 公孙鹤拼了老命 逮到了朱安市 朱安市知道自己活不成了 索想多拉几个皇权旅游 公孙鹤当然就是第一人选 老朱不但承包所有罪行 还给刘彻送了点免费情报 公孙鹤儿子话圈圈诅咒你 而且还让敲踏实的 埋下木偶来咒你找死 刘彻一听脑子当时就炸了 公孙鹤被灭族 事情还没有结束 汉武帝去甘泉宫避暑 把舞台交给了江冲 江冲开着挖掘机 兴高惨烈的挖木 因为他拿的是寄贱工资 大汉皇共成了强拆现场 江冲是个狠人 第一个强拆的就是汉武帝的龙椅 把龙椅下山的地面刨开 挖小人找闲犯 皇帝的龙椅我都敢拆 谁敢不服 谁敢当镜子虎 皇后和太子居住的宫殿 才是重点强拆对象 全部拆各种挖 绝地三尺不留死角 搞得皇后和太子 都找不到一块平地放床 江冲方话说 太子宫殿里挖出的小人最多 而且上面还写着大逆不道的话 必须立刻向上汇报 太子怕了 这孙子坑死人不偿命啊 但是呢 汉武帝呢不在长安 又联系不上 上哪去讲理呢 他想到了啊 扶苏秦始皇的长子 亲天的接班人被冤杀 走投无路的太子 不当乖宝宝了 他要起兵斩杀江冲 汉武帝派刘青毛平叛 结果皇后为子不自杀 为亲儿子被杀 太子刘俊全家被杀 太子府被灭门时 刘俊刚出世的孙子 被神秘人送进了监狱 保住了性命 这个孙子啊 就是刘病乙 长辈对他唯的希望就是 没病没灾 丙吉是太子死忠粉 他不忍心看着爱对孙子夭折 他愿意为这个婴儿 承担无尽的风险 于是呢 暗中找了个干净的担监 找来几个女球 当乳母和保姆 又用自己的工资 买了奶粉和尿不湿 刘病乙在脑中顺利的活到了五岁 后来有个跳大神的对刘车说 长安城的监狱里有天子之气 特户病房里的刘车脑子又炸了 他打了个羞的响指 全部杀掉 刑刑队来到刘病乙处的监狱时 并急拼死顶住大门 刑刑队撞不开门 只好回去禀告老板 刘车黯然的说 那就都放了吧 此时的汉武大帝已经是身陷自责中的垂目老人 他签发了轮台最急照白皮书 并且手动镇定到了大汉官网的首页 检讨书结尾是封建迷信 害死人 公元前87年 荣耀义生的汉武帝病逝 他离死前做了三件事 第一杀了最宠爱的沟义夫人 让他的儿子刘福玲接班上岗 第二将曾孙刘病乙录入族谱 收养于叶庭 第三十人脱孤破光 刘病乙搬进叶庭后 遇上了第二个温暖他的人 张鹤是叶庭的负责人 他拿出了自己的工资给刘病乙请家教 这位从宫廷流落至底层的皇子 历经磨难却能保持心性柔和 皆因一直被温暖的人性所围绕 这个不光是他个人的幸运 更是汉帝国的幸运 公元前74年 21世的汉朝帝家崩 由于他忙事也忘了生儿子 霍光找到了汉武帝的孙子刘鹤 让他出任汉朝大老板 看过海昏洪沫同学都知道 他才是真正的宝藏男孩 经过了2000多年的通货膨胀 他的财产还可以买得起北京四合院 史书记载 刘鹤在27天的皇帝生涯里 干了1127件犯事 也就是说平均每天要干40多件坏事 就算是不睡觉 他每半个小时也要干一件坏事 才当了20多天皇帝 就给自己以前的封地运送了1000多笔物资 霍光懵了 要是让这个小伙再奋斗两年 自己就得带着大臣们出去要饭了 最关键的是这小子不听人话 霍光和大臣们一日决定让刘鹤滚回封地养老去 于是18岁的汉费地刚达到成年身份证就光荣的提前退休了 这时秉吉又出现了 他现在是霍光的得力干将 他对霍光说五弟的儿子现在就只剩下广连王刘虚了 那伙整天忙着跟黑熊和野猪干架肯定指望不了 听说这个曾皇孙刘兵仪得心不错 领导您觉得如何呢 霍光发现刘兵仪是一条留着皇家血脉的咸鱼 对自己构不成任何威胁 于是霍光马上召集在京 不及意向的官员开会 经民主讨论一致认为 刘兵仪得才兼备是新皇帝的最佳人选 他通知17岁的刘兵仪上班当皇帝 霍光绝对没有想到 这个不是一条咸鱼 而是一条锦鲤 刘兵仪出入职场就当上老板 他感激霍光 但他也忌惮霍光 刘兵仪容在背 坐在皇位上 却觉得下面站着的那个人比自己还高大 刘兵仪第一次开令会 大臣们集体推荐霍光的小女儿做皇后 霍光执掌天下十几年 大臣们被霍光搞怕了 这家伙比皇帝还牛 说谁行谁就行 不行也行 说谁不行谁就不行 谁也不行 立皇后之前 刘兵仪请大家帮忙整件东西 吃他贫剑时 失落民间的一把旧宝剑 大臣们秒斗 皇帝这是要玩 顾剑情深 于是刘兵仪册封发妻 娶平君为皇后 在我君临天下 娶你四海为家 这是历史上最浪漫的诏书 霍光媳妇还不开心 因为女儿霍成军没有当上皇后 于是呢 他派人毒死了许平君 霍成军还要学自己的老娘 想下毒害死许平君的儿子刘氏 这女儿俩应该是唐门鼻祖 然而天下没有不落风的裤子 刘兵听到一些风言风语 但是呢 他并没有声张 因为他依旧害怕忽光 他世世世处处 以汉武帝的光环为自加持 直到公元前68年 霍光去世 作为武帝朝平安生产无事故的超长待机敌人 他和宣帝执政的近40年里 史称昭宣之治和文景之治 并列成了汉朝的两大志士 这两大志士 一个是给汉武帝打底的 一个是给汉武帝擦屁股的 霍光当正20年 霍家的势力也如大树般遮天 霍家而遂 打出声就会横着走路 检举材料是越来越多 霍光的棺材板都快按不住了 刘碧宇趁此来弱化霍家的势力 老霍家对此极为不满 他们要向霍光学习 想废掉刘碧宇换新老板 胆子是够了 可惜脑子没跟上 造反口号都没有想好 就被刘碧宇一锅给端了 霍家势力被连根拔起 新一代势力茁壮成长 25岁的刘碧宇终于站了起来 接下来的时代属于汉宣大帝 武功上汉宣帝完成了 曾祖父汉武帝刘彻的遗院 十六万骑兵 毕骑宫羽翼 诸杀智之蝉鱼 彻底击败匈奴 是两汉历史上 对匈奴作战规模最大的一次 降服西域诸国 正式设立西域都护府 并将西域并入中华版图 统治时期 民犯强悍者虽远必诛 凡日月所照将何所至 皆为汉土 是历史上中原王朝 最继续性的时期之一 文字上汉宣帝是 王道霸道儒家法家并用 整顿励志发展民生 使汉武帝后期 因为大规模对外征战 而凋毙的国力民生 得到恢复 文化上是整理经典 将司马迁所著的史记 搬行天下 个人情感上 他不忘自己 对患难之际的承诺 一封上旨 顾见情深 书写了中国 两千年帝王史上 最浪漫的一笔 当法基中毒攻势 他碰彻心扉 不顾组治将法基葬于往日故地 刘病死后 没有葬入皇家墓葬区 而是选择与王妻许平君一样 葬在了曾经一起生活过的南园 刘病以上对得起祖宗基业 下对得起天下苍生 外对得起文臣武将 内对得起糟糠之妻 文之武功 刚长人伦 王道与霸道 九五至真的天家威严 世情小民的烟火温情 在汉宣帝刘病一身上 取得了完美的平衡 他是历史上最完美的君王 下个